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处理的和未收到的部分在图请求之后 并完成本机的一些资源的回收后再下线 这样应用下线过程中就能达到极少请求报错 甚至是无请求报错的 这样一个理想的UI下线的一个过程 因此完整的UI下线过程就应该像PPT所列的 包括两大块的一个内容 第一部分是应用收到停机指令后 处理完已收到的请求后再停机 停机前需要就是完成自身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回收和释放 第二是应用收到停机指令后 能让上游的消费者应用及时的感知到其将要下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避免持续的继续发送请求 然后上面两个过程呢 具体到对应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实际的处理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处理的细节 比如说对应用自身在下线前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磁化资源的释放 比如说数据库缓存的连接词的释放 对已收到的请求和即将收到的再图请求的一个 即时处理就是下线前 它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去等待 去处理已收到的请求和可能在这段等待时间内 就是再图的这样一个还没收到的请求的一个处理 另外对于最常见的一个微服务场景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在住的中心中进行 就是实力的一个注销 就下线前进行实力的注销 然后让就是上游的消费者通过住的中心能够感知到这个 下游的这样一个提供者 这样一个实力即将要下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并且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通过住的中心去让消费者感知到这个要下线的状态的这个过程 它其实不是实时的 因为一般的就是微服务的住的中心呢 它为了就是在性能和可用性方面达到一个平衡 它其实是有一些缓存的 所以因此上游的消费者通过住的中心去感知 下游的这样一个提供者 他要下线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有一个延迟 就是为了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优雅 就是优雅下线效果 可能就是通过住的中心反注销的方式 还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状态 可能这个时候还需要提供者通过一些主动通知的这样一个机制 对吧 让就是调用它的这样一个消费者 能够实时的感知到其要下线的一个状态 然后停止对其调用 从而达到一个就是避免调用下游即将下线的这样一个应用出现请求报处 介绍完什么是优雅下线以及优雅下线问题背景之后 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日常应用部署中最常用的就是开源的web服务器TOMCAD 所提供的优雅下线的这样一个机制 在正式介绍TOMCAD优雅下线之前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TOMCAD相关的一些技术知识 就是如PPT中所列的 就是TOMCAD的包含其实是包含Server Service Engine Host 还有Connect等就是一些模块内容 然后其中最外层的Server指的是整个TOMCAD的服务器 包括多组服务负责管理和启动各个Service 另外也负责监听比如像一些常用的端口 像8005端口能及时的响应 shadowdown命令来关闭整个容器 然后Server的内层它其实就是Service 是TOMCAD封装的用于对外提供完整的 基于组件的web服务 它包括像Connect和Container 两个核心组件 尽管共享同一宿主机上的GVM虚拟机支援 但是各个服务之间的就是它是逻辑独立的 Service内的就是Engine 其实一般我们也叫Caterina 它是我们熟知的Service light容器 内部由多层容器组成 由于管理我们的一个应用生命周期 左边的就是 左边的然后最后的就是Connect 它是TOMCAD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的这样一个连接器 其作用是监听固定的端口的一个外部请求 并将这些请求呢转发到TOMCAD内部进行处理后再进行返回 然后上面就是TOMCAD这样一些基础知识和一些基础组件 简单介绍完了一下TOMCAD以后 在正式介绍TOMCAD的优雅下线机制之前 还是先说一下其背后所依赖的GVM切当hook机制 GVM切当hook呢 它作为一种在应用停机前 帮助应用进行资源回收的方法 就广泛的应用在很多中间间的设计中 除了我们正在说的就是TOMCAD 比如一些常见的一些知名的开源框架 像SpringDouble等都是基于其实现的一个应用下线 应用下线前的进行一个资源的这样一个回收清理工作 如PVT左图展示的就是一个GVM切当hook的一个实际使用的一个示例 一般的话是需要在GVM关闭之前进行 把需要在GVM关闭之前进行处理的一个操作 放到一个线程中 然后并添加到RuntimeGetRuntime.AddShortdownHook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就是注入到GVM GVM当中 然后这样在应用的一个GVM正常关闭之前呢 就会去执行相关的一个相关线程里面的这样一个逻辑 但是实际上GVM相当hook 其实在使用上面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就像如PVT中右图展示的 像一些正常的就是Tonture-C 还有像Kill-15 等应用自身的就是 就是这样一些命令就是去停机的话 它其实GVM下轮hook是可以感知到 还有像一些应用自身的问题 比如说在运行中出现了OM 或者是出现运行时异常呢 就是GM的效能hook 它也能够感知到 然后并执行相关的一个 要下线停机前的一些操作 但是像一些强制关闭 或者是宿主机断电或者强制关机等操作呢 GM就是注册的这些效能hook 它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些逻辑呢 它是不会被正常执行的 然后我们在就是使用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考虑这样一些细节 有了前面Tomcat和GM相当hook 相关基础支持的铺垫以后 接下来我就来进入今天我们的正式主题 说一下就是Tomcat在Springboot2.3.0 及以上版本中所提供的一个优雅下线功能 在相关版本的Springboot框架中 其基于内嵌的Tomcat实现了部分优雅下线功能 为什么说是部分优雅下线功能等我讲完 大家可能就能够理解了 具体就是如PPT中所列的 用户在Springboot的应用配置文件中 通过添加上述两行配置 即可让应用在下线前处理完以接收 但未处理完的一个请求后再下线 最长的等待时间不超过所配置的时长 如PPT中 它有个 如PPT中我们配置的是20秒 然后下面的这个图呢 它其实是展示了一个就是对应Springboot 应用配置优雅下线后 应用下线前在控制台打印的这样一个 优雅下线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日志 然后它其实就可以证明 我们上面的这个配置呢是生效了的 看完了 tomcat在Springboot中所提供的 又要下线能力后 我们来看一下其相关的一个实现原理 整个过程呢 就像左边的这个图说是 它其实是依赖于就是下线过程是依赖于Spring 容器当中的Abstract Application Context的这个类 它里面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通过GVM下线Hook的这样一个技术 然后它去就是注册了一个通过就是 Register下线Hook这样一个方法去注册了一个就是 DueClose这样一个下线前需要处理这样一个逻辑 在应用在容器接收到下线命令后下线之前 它会基于就是GVM下线Hook这样一个机制去调用我们的一个 DueClose方法 然后执行下Default Lifecycle Processors的Stop Bing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它就会就是在Spring容器里面呢 它会去进行把Spring容器里面的这样一个Bing 进行一个销毁 其中就包括了就是调用Web Server Grease for Shutdown Lifecycle对象的Stop方法 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Spring Boot里面 就是为外部容器所提供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这样一个类 它去执行它的Stop方法 就会触发对应的就是Spring Boot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容器 像我们今天讲的这里讲的就是TOMCAT容器的这样一个有点下线逻辑 然后它具体的一个TOMCAT的里面就是 收通过就是在下线前通过GVM下线Hook 然后触发收到了一个这样一个下线的一个逻辑 必须掉下线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一个实际的过程就是PVT中的右图所示的 它首先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代码 它首先的话 它会将TOMCAT中所有的Connector关闭掉 我们Connector呢 在刚刚TOMCAT的技术知识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的一个作用 它是去作为TOMCAT 与外界进行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媒介 然后它能出就是接受外部的请求 然后转发到内部然后进行处理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把TOMCAT的所有的Connector都关闭掉 它就会停止接受新的一个请求 然后呢它我们可以看到这段逻辑 它通过Well循环不断的就是判断容器中 是否还有未处理的请求来确定是否关闭这个容器 就是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过程 它能够让我们的容器在下线前呢 就把已经收到还没有处理完成的一个请求 进行处理 最后的话 如果对吧 它不是一直的就是无限长时间的去等待 它通过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这样一个最长等待时间 就是如果超过了最长的一个应用所配置的等待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逻辑里面有个this iBoard这样一个属性 就会被其他的一个样线程设置为to 从而就是触发强制关闭容器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总结来说呢 TOMCAT在Spring Boot当中 TOMCAT的UAL下线 它实际上就是在下线前 它会把连接都提前关闭掉 然后即时的 然后即时的就是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把已经接收到还未处理这样一个请求都处理之后 然后再关闭容器 说完TOMCAT的UAL下线以后 大家根据就是我们第一节就是介绍的UAL下线问题 背景的一些知识之后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疑惑了 这还只是实现了UAL下线 就是两步当中的第一步 仅解决了就是拒绝请求 然后处理收到请求 以及资源回收等操作 距离理想的UAL下线过程 还缺主动通知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过程 开源的方案 就是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疑问 开源的一些方案 是否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 实现主动通知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其实答案是是的 就是Spring Cloud当中呢 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方案实现的 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部分的能力 然后是就是比如具体的话 就是Spring Cloud当中的 Abstract or True Service Registration 它提供了一个Store方法 就是在TOMCAT的就是基于限量hook 进行一个并销毁之前呢 它就会执行一个deregister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帮助就是服务的提供者 去到注射中心中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即时注销 然后以便让上游的一个消费者呢 能够感知到就是下游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的 就是下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实际上呢 这样一个方法能否帮我们就是真正的就是解决 达到一个主动统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答案是否的 这个其实我刚才一开始也提到过 一般的就是注射中心呢 它其实是一般的就是服务提消费者 就像我们这个pt所示的 它其实像假如在double里面 它相对来说 它还能够实时的去兼提注射中心里面实力的最新变化 但其实在Spring Cloud的框架里面呢 它其实是为了在可用性和性能上做平衡的话 它并不是实时的去注射中心里面实时的去拉消费者 去拉这个提供者的一个地址列表信息的 它是会通过就是定时轮询 默认的话 你像ribbon的话可能是三四秒去做中心里面 去拉一次就是服务提供者的一个地址列表 像假如是最新的Spring Cloud的就是白本的话 它基于Spring Cloud的Balance的话 可能是对吧 有一个35秒的这样一个地址列表的一个换存 如果过期了它才会去拉 中上所述现在Spring Cloud的框架 所提供的相关的一个服务订阅的这样一个能力 它都有缓存 它不是实时感知的 因此我们通过开源的解决方案 通过Dregister去对吧 服务提供者去下线前去注射中心注销 它其实对Spring Cloud生态的一个应用的话 它其实能解决部分问题 但是实际上它在一小段时间内 它还是会就是消费者 它还是以为就是下游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的 仍然在线 然后直律的发送请求 从而出现就是较为明显的一个流量有损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开源的方案 其实对这块的一个处理和解决方案其实是不彻底的 对吧 然后除了就是针对一般场景中开源的上述的一个 Ur下线方案 其实在当前非常火热的云烟生环境下 开源其实也有对应的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像PPT中左图所示的 在Kubernetes环境中 我们可以利用其deployment所支持的pre-stop 机制来帮助应用实现优雅下线 pre-stop呢 它是Kubernetes提供的一种可在Port消费前 执行一些收尾工作的这样一个能力 它可以通过给就是deployment设置就是pre-stop 然后在下线前触发执行一些就是根据应用自身特点 采用的这个开源或者是用户自定义编写的 这样一个重注的中心里面注销这样一个脚本 然后在最后再基于Kubernetes中的Ur下线功能 让Port在销毁前等待30秒或者60秒 以便让消费者能感知到实力的最新状态 以及处理再图请求 对吧 已经从而去达到一个缓解应用下线过程中的请求 包括达到Ur下线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方案呢 它其实是原生场景里面特有的 它就是基于pre-store这样一个 Kubernetes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去实现应用下线前去做一些收尾的一个操作 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提到了 去做中心里面进行反注销 然后反注销之后 然后通过等待一定的时长 让上游的一个消费者感知到这个做中心里面的状态 然后去实现这个效果 这个方案的话存在几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像 像实际上在破的消费前 我们需要等待这个时长 它其实是比较难控制的 对在实际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呢 可能如果时长设置的比较长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一个下线过程呢 就比较长就是大规模的一个应用下线过程 就会时间比较长 然后影响我们的一个下线之后的一个发布的这样一个效率 比较的话 它实际上是需要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同学 根据我们的一个应用的特点去做一些就是 编写一些反注销的这样一个逻辑 它其实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开发工作量的 然后总体的话它其实这个方案的话 其实作为开源方案的话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实际上假如真的要在生产场景中大规模的一个应用的话 其实就其实对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来说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成本和实用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的 介绍完TOMACAD所提供的优雅下线机制以后 我们进入本次分享中的最后一部分 阿里云大规模应用优雅下线时间介绍 优雅下线这个功能其实是由我们阿里云内外部客户 催生出来这样一个需求 早期诉求来自于阿里云内部的弹性计算服务ECS团队 他们一直被有损下线所困扰 每次应用发布都会出现较多的一个请求包挫 从而影响客户体验 然后他们就是来找到我们微服务团队 然后希望能够让我们帮助其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仅很好的帮助其解决后 我们通过在日常支持阿里云外部客户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外部客户使用的一些开源框架 其实普遍都会存在无损下线这个 就是需要这个诉求去帮助他们实际上 应用下线过程中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无损 然后因此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给产品化 然后放到阿里云微服务引擎MAC的自力中心中 以便让外部的一个客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享受到相关能力 在正式介绍我们的无损下线方案之前 还是简单的提一下MAC MAC呢是我们阿里云提提供的一个就是微服应勤 然后它是就是MAC Services Engine的这样一个名字 这样一个缩写 它是由阿里云提供的一个面向业界主流 开源微服务生态的一站式微服务平台 其基于就是业界普遍存在的像无损下线的 这样一个问题提供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其核心的一个微服务治理能力 除了无损下线还包括像无损上线 回度发布离情实例在除等 另外除了针对微服务的一个治理能力 MAC也提供了免托管的分布式注册配置中心 原生网关等能力 有兴趣的听众下来后可以到阿里云的官网 进行相关的一个产品的了解和试用 MAC就是针对无损就是应用下线过程中的 刚刚就是第一部分介绍的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主动通知和自信等待 这两个机制来就是解决了无损下线 这样一个问题来实现一个较好的一个 应用下线的一个流量无损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 我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个主动通知的这样一个能力 就像PPT图中展示的这样 就是MAC通过主动通知的方式去让解决服务消费者 就是感知注册中心实力变化不及时的这个问题 具体的话像PPT图中画的这样 就是服务提供者 逼他其中的某个实力插线了 他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主动在注册中心注销的时候 这个服务实力状态无法被上游的就是消费者也感知到 从而导致调用以下线实力的问题 就是服务提供者 必在接收到下线命令即将下线前 他会在等待下线阶段内收到的请求 会在其他返回值中添加特殊的一个标志 让消费就是调用他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消费者 接收到返回值后 并识别其中的一个标志后 主动的拉取一次注册中心 中服务实力 从而感知到逼实力的一个最新状态 从而达到服务消费 服务提供者的一个下线状态 能够被服务消费者实质感知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最 就是第一种主动通知 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场景 比如说在提供者下线前的一小段时间内 消费者的某个消费者实力 他们要发送请求 这个时候提供者可能就没办法在请求的响应中 通过添加特殊的标志来进行主动通知 因此针对这这类场景 我们也设计了就是长连接的一个通知方式 比如说在过就是每个服务提供者 对吧对过去一分钟调用了这个提供的消费者信息 进行一个存储 然后在他需要下线之前呢 他会通过长连接的方式去把这个集合里面的 调用他的一个服务消费者 都去通过主动通知长连接的方式去告诉他 他要下线 然后让这些消费者就停止调用啊等等 去实现一个主动通知的一个效果 在并发度不高的场景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主动通知方法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一个应用下线流量有所问题 但是对于高并发大流量应用下下线场景 如果主动通知完可能啊仍然存在就是一些在图请求 还就是需要带下线应用处理完才能下线 否则这些就是流量就无法正常被响应 就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呢 我们就是啊 其实设计了就是自信等待机制来处理这个啊 这样一个问题 自信等待机制呢 它其实就相比就是开门的一些方案 可能去设置这样一个啊 一个固定值的一个等待时长 其实固定值的这个等待时长其实是不是特别好啊 控制 设置太短 它已经其实就会出现流量有损 设置太长 然后又会影响我们那个发布效率 其实在啊 生产场景里面这个东西是比较把 啊难以把握的 而且不同的一个应用 它可能设置的值都会有存在一些差异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是不太好处理的 然后因此呢 我们阿力云微服务引擎啊 引擎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个 火锅声下线这个功能 它通过自信等待的机制 它一开始的话 它就其实它有一个默认的一个等待的这样一个时长 然后它通过不断的去判断我们的一个应用 它是否还有再出请求 然后来去判断其是否能够下线 然后假设有再出请求 它还是会再等待一个时间啊 一小段时间 然后继续判断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它能够让就是应用在没有流量的时候 及时下线 有流量的时候继续等待 然后让不同的一个应用 它等待时长 它其实是变化的 然后能够实现我们最欧的一个发布效果 提高我们的一个发布效率 然后这个自信等待呢 它其实我们是通过Java Agent的一个技术 去把它就是做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应用当中的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一个应用类型 像我们业界像主流的 像什么cloud 什么boot 还有像double 还有像消息 还有像啊 一些网络官 像slb啊 这些啊等等不同的一个应用 或者是组件类型的 我们都提供了相关的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就是能够我们相关的一个能力是覆盖啊 大部分的一个应用场景的 能够就是针对市面上主流的这样一些啊啊 应用类型我们都能实现这样一个自信等待 简单介绍了一下啊 我们MSE所提供的无损下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设计方案 就是主流通知和自信等待机制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在原生场景下应用是如何使用MSE无损下限功能的 原生环境中应用接入MSE后 MSE所提供的一个pilot 我们就会在应用的port里面创建就是啊 注入graceful shutdown的这样一个set卡容器 就像左图所似的 整个过程中仅需应用重启一次就可以了 重启的时候过程中我们就通过我们的pilot 自动给容器注入相关的一个graceful shutdown容器 然后不需要任何配置和修改代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呃应用我们应用呢 就拥有了MSE的一个无损下限功能 然后应用在下限之前呢 我们的set卡容器会去感知kwis的这样一个下限指令 然后再调用我们业务容器 就是通过我们java agent技术 所就是给应用增加的一些就是无损下限功能和一些端口 然后去调用特定的端口 然后特定端口被调用之后我们就会执行一些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像主动通知啊 执行等待这样一些逻辑 然后来帮助应用实现 就是优压下限无损下限 整个过程对应用其实是无感知的 然后对用户呢 他也不需要做任何配置 应用接入MSC 他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相比于开源的方案呢 他其实啊刚刚讲了 他其实一个是不需要修改代码 不需要就是做任何配置 另外的话他在下限效率方面 他其实比开源的方案是更好的 简单就是介绍了一下 MAC的无损下限方案之后 我们就是来通过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MAC无损下限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像PPT中所列的这样一个 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网关的应用 然后分别就是有一组灰度的版本 就是SminCloud的应用 就是SCA SCB 然后SCC流量经过这样一个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非灰度的这样一个应用 一组应用 他其实就SCA到SCB 然后到SCC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SCB 就是非灰度的正常版本里面 我们是把它的一个无损下限功能 就关掉了 然后SCB的话 它这个回头本是开启了这样一个 无损下限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对这两个版本的 这两个deployment 通过配置的定时伸缩的功能 去模拟这个应用的一个下限和上限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两个分别开启了 无损下限没开启了 无损下限它的流量的一个有损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演示了一个事例 我们实际上就我们在阿里云上面就创建了一个KBIS几区 然后把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就是从网关到流量进行一个 从Spring Cloud A到Spring Cloud B Spring Cloud C的应用都接入进来了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配置两个不同的回头版本 让流量走不同回头的一个实例 然后不同的就是这个回头版本里面 我们就是一组是开了就是无损下限一组是没开的 然后我们来对比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在我们的容器里面 其实都是正常接入了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MAC里面 然后我们的一个应用其实也是正常接入了的 然后具体的接入步骤 就是这个观众到时候需要颜色可以参考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帮助文档去了解这个使用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网从网关到A到B到C的这样一个应用 它其实都正常接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其实BD也讲了 就是在B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两组这样一个实例的 一个是就是灰度版本一个正常版本 然后其中一组是开了无损下限一组是没开的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从网关这里 网关是不断的就是在发流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流量的话 它是现在是正常的 它是有800的这样一个QPS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理想的效果 其实我们到A这个应用看 假如说B的一个没开无损下限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预期 它就可能会有流量有损 然后开了无损下限 它就是没有流量有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A的这样一个流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流量的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流量的话 是正常的是去了灰度版本和正常未打标的一个正常版本 然后我们它的B值大概是一比一 接近一比一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其中呢我们未打标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刚刚也介绍了它是没开就是无损下限效果 我们把它无损下限给关了 然后灰度版本是开启了无损下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统计图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五分钟里面 我们是我们是五分钟去模拟一次就是应用的一个扩手容去 我们在五分钟每五分钟去进行一次应用的扩手容去模拟这个应用的一个下限和上限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五分钟里面 其实未打标这样没开无损下限功能的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调用它就有包错了 它其实就有29个包错 然后灰度版本呢开了我们的一个无损下限的一个功能 它其实就没有一个包错 然后我们也然后刚刚介绍了 其实我们只是SminCloudB这个应用开了这个去做了这样一个分组的这样一个对比试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假如它后面去掉C的话 假如C是开了这样一个无损下限的功能 它其实正常的话掉C的话它就不会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包错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去掉C的不同的这样一个版本的时候 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不论是灰度版本还是正常版本 它其实都是没有能量包错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然后它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一个证明 其实无损下限的话 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MAC的无损下限 刚才演示了我们MAC的无损下限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前面也介绍了一些开源的方案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MAC就是基于自信等待主动通知的方案 跟开源的方案的这样一个差异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就是其实从六个方面我们来 就具体的话是五个方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我们首先在资源回收方面 无论是MAC还是开源的方案 其实都能达到一个就是下限前的一个资源回收的效果 另外就是处理未完成请求 然后其实无论是MAC还是开源的方案 其实都能实现这样一个未处完成一个 还未处理的这样一个请求的一个处理之后再下限 另外的话再处理再图请求 就是部分还没有接收 但是其实已经在图的这样一个在搞并发 大流量场景中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MAC他就提供了一个自适应等待机制来实现 而开源方案的话 除了K8S场景的一个方案 其实其他场景的话 其实相关的方案其实是不具备的 然后另外或者也是不成熟的 然后再实施通知方面 然后MAC这一块的话 就通过主动通知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上游的一个消费者能够实施的感知 开源的方案呢 他实际上只能去 如果现在目前的一个方案呢 他只能去注重些门进去注销 然后注销呢 他这个东西是非实施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他其实也是不够的 另外在侵入性方面 就是MAC的一个 我们是基于Java Agent技术去做的 这样一个能力 其实他只要应用在创建或者重启的过程中 他就自动的通过Java Agent 把相关逻辑给植入到应用里面去 他其实对应用是无侵入的 不需要需要代码也不需要做任何配置 但是像开源的方案呢 他要么就是要引入一些就是开源的一些注键 要么就是需要做一些配置 然后去才能达到相关的效果 所以这一块的话他也是不够的 所以总体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MAC的方案如果是较完整较好的话 然后开源的方案相比对比的话 就不是那么好了 可能就效果就会相对来说较差一点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 然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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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陆il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